毛山道士求道祭在天道的传道历程中,宗教信徒一直是最难度的一部分。 香港有一位战性道卿,最道十分虔诚,一家大小都是道卿,唯独无法度他的歌个求道。 因为他的歌个是毛山道的传奇人,他的歌个学道术已经到了可以知道过去其未来发生的事,且用符碎其眼后可以看到灵界鬼神,可以直接与鬼神交谈。 因此,任他弟弟说破三寸不烂之蛇也说不动他来求道。 因为道是无情无相,没有有相的法术可以折服他。 有一天战成天因为要抄拔父亲,于是告诉他哥哥,战成跟你不信道没有关系,但是今天要抄拔爸爸。 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来。 千辛万苦地把他哥哥拉到佛堂。 原本希望他顺便求道,但他哥哥死也不肯。 没求道不能进佛堂,只好让他坐在佛堂外的院子里。 庄元素木的抄拔拔仪式开始了。 战成天前城地顶着他父亲的名仙跪在佛前。 心想终于能为父亲静点笑道。 变传师呼仙时。 在佛堂外门口处的支里也呼叫他父亲的名字。 这仪式叫乌仙 似乎叫王陵进佛堂 以寿命师毅指的仪式 这时站在佛堂外面的站 长更亲眼看到他父亲身着污秽 破烂的衣服 满面鲜血灵离地走过来 他依时兴奋拉着他父亲的手持叫爸爸 爸爸然他父亲理也不理 甚至不看他一眼 把他的手甩开就走进佛堂 他父亲是在共党占据大陆以后 被共产党婆婆打死的 他还记得他父亲临终便是这个模样 经过了那么久 一点都没有改变 不一回而抄达一事结束了 他又看到他父亲走了出来 但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脸上的血迹不知怎么也不见了 全身散发出一种何序的光滑 他又上前去唤他父亲 他父亲不理会 他又拉住父亲的手 父亲还是把他甩开 而跟着一位面容圣洁慈祥的天人腾空而上 不久就消失无踪了 原来王灵德道后 便有先佛来接引之回礼天 这位毛山道士 在亲眼目睹了父亲王灵德道历程 不得不相信天道 虽没有神通法术 但确实能超生掉死 于是急急忙忙地冲进佛堂 我要求到 我现在要求到 每个人都以为 他在开玩笑刚才 劝你老半天口都说干了 说什么你也不求 怎么现在突然要求了 于是他将超拔时 他在佛堂外所见到的一切 从头说起 他们才相信他真的要求到了 战场天心中激动不已 一方面兴起他父亲已超生掉死 另一方面他哥哥终于又求到了 便传师随即为这位毛山道士准备办到 他终于跪在弥勒祖师面前 步入弥勒祠碑的大门 而当点传师传三宝时 他竟然看到观音菩萨现身 借着点传师的肉身来点道 他惊奇的目瞪口呆 突然说瞪一下 他们以为他又反悔不求了 没想到他说这么好的道 我要把全家都带来一起求 于是他立刻赞回家 把全家大小都带到佛堂来一起求了 这个珍贵的大道 求到以后 他深刻体认到道数 虽然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 但却不能超生了死 学了一身道数 而拖不了轮回 学得再多再经都没有用 所以不久把他的图字 喜孙们都带到佛堂一起求到 从此迷了门下又多了一批生力军 资料来源 www.facebook.com slash permalink.phpstory underscore fid equals 433,827,780,129,295 and it equals 100,005,062,308,700 庄自新增了五张新相片 五月十五日十二点零七分 毛山道士求到体在天道的传道历程中 宗教信徒一直是最难度的一部分 香港有一位战性道清 对道十分虔诚 一家大小都是道清 唯独无法度他的各个求到 因为他的各个是毛山道的传奇人 他的各个求道数已经到了 可以知道过去及未来发生的事 且用符碎起眼后可以看到灵界鬼神 可以直接与鬼神交谈 因此任他弟弟说破三寸不烂之蛇 也说不动他来求道 因为道是无情无相 没有有相的法术可以折服他 有一天战成天因为要超拔父亲 于是告诉他哥哥 战成更你不信道没有关系 但是今天要超拔爸爸 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来 千辛万苦地把他哥哥拉到佛堂 原本希望他顺便求道 但他哥哥死也不肯 没求道不能进佛堂 只好让他坐在佛堂外的院子里 庄严肃木的超拔仪式开始了 战成天前成帝顶着他父亲的名 天前跪在佛前 心想中于能为父亲尽点教道 殿传师呼仙时 在佛堂外门口出的支里 也呼叫他父亲的名字 这仪式叫呼仙 是呼叫王陵进佛堂 以授明师一指的仪式 这时站在佛堂外面的站 长更亲眼看到他父亲身着乌汇破烂的衣服 满面天写灵离地走过来 他依时兴奋拉着他父亲的手指叫爸爸 爸爸然他父亲底也不底 甚至不看他一眼 把他的手甩开就走进佛堂 他父亲是在共党占据大陆以后 被共产党泼泼打死的 他还记得他父亲临终便是这个魔杖 经过了那么久 一点都没有改变 不一会儿抄拔疑是结束了 他又看到他父亲走了出来 但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脸上的血击不知怎么也不见了 全身散发出一种何序的光滑 他又上前去换他父亲 他父亲不理会 他又拉住父亲的手 父亲还是把他甩开 而跟着一位面容圣洁祠祥的天人腾空而上 不久就消失无踪了 原来王灵得道口便有先佛来接引之回离天 这位茅山道士在亲眼目睹了父亲王灵的道理程 不得不相信天道 虽没有神通法术 但却是能超生了死 于是急急忙忙地冲进佛堂 我要求道 我现在要求道 每个人都以为 他在开玩笑 到刚才劝你老半天口都说干了 说什么你也不求 怎么现在突然要求了 于是他将超拔实 他在佛堂外所见到的一切从头说起 他们才相信他真的要求道了 战场天心中激动不已 一方面欣喜他不轻易超生了死 另一方面他哥哥终于又求道了 遍传师随即为这位茅山道士准备办到 他终于跪在弥勒祖师面前 步入弥勒慈悲的道门 而当点传师传三宝时 他竟然看到观音菩萨现身 借着点传师的肉身来点道 他惊喜的目瞪口呆 突然说 瞪一下 他们以为他又反悔不求了 没想到他说 这么好的道 我要把全家都带来一起求 于是他立刻赶回家 把全家大小都带到佛堂来一起求了 这个珍贵的大道 求道以后 他深刻体认到道数 虽然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 但却不能超生了死 学了一身道数而脱不了轮回 学得再多再经都没有用 所以不久 把他的徒字喜孙们都带到佛堂一起求道 从此迷勒门下又多了一批生力军资料来源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www.facebook.com slash permalink.phpstory Underscore bit equals 433,827,780,129,295 And it equals 100,000,562,308,700 庄子新增了五张新相片 5月15日12点07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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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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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